大家就可以打電話來 0800-474-580 那我們就會把這五本手冊提供給大家 從對市日證的基本認識 到輕度、中度、重度的照顧 到社會資源有哪一些都有 而且每一片的後頭都還有光碟片 在光碟片裡頭還有五種不同的語言 博台客、印尼跟越南 因為外老好多 所以讓大家都可以認識 那再哪一個是 要了解有哪些社會資源 那因為事實上 譬如說我們有瑞資學堂 我們有家屬的必修班 還有這個有些日照中心 有互助家庭 有這些的資源 那我們家屬能夠充分了解 這些社會資源善加利用的話 自己就不會照顧得那麼辛苦 有些家屬就會覺得說 我沒問題 我可以從頭給他照顧到最後 我可以一個人撐起來 但是我們的經驗大概不可能 不可能 而且我們知道照顧失智症的家屬 來面對 我發現很多時候家屬苦 不是苦在於說自己一個人要去照顧長者 而是苦在於家人之間沒有辦法 同心協力合作 我這麼辛苦在照顧 那你一個月回來一次就告訴我 你應該怎樣 對 對 你怎麼沒有帶他去看手 你怎麼會沒有讓他知什麼 對 他一個月才回來一次 有些人這樣 養家老老 對 就是這樣 所以就是家人真的要一起 一起分擔 照顧病患的責任 而且這是一個8到10年 甚至12年15年的一個歷程 所以從一開始要有一個共同的一個規劃 那個重點就是我講的第一個 保持身體的基本健康的這個部分 是很重要的 所以長者的慢性病的控制 飲食 睡眠 這些其實都很重要 因為失智長者生病 比一般長者生病更難照顧 住院這是一個折騰 因為很不配合 所以盡量一般的身體健康 把它照顧到 這是很重要 它認識功能也會比較好 再來第二個是盡量保持長者是一個活躍的一個狀態 他能做的事情 你盡量讓他自己做 我們很多媳婦會覺得說 婆婆 馬公公 你就是要把他伺候的很好 所以就不敢讓他做事情 那越不讓他做事情 他就退的越快 退了之後 你怎麼會退的這麼快 怎麼樣讓他不要退化呢 這是很矛盾的 盡量讓他自己能夠做一些事情 甚至譬如說 帶去參加很多的活動 譬如說我們的瑞士學堂 基本上就是讓長者可以來參加活動的 那社區裡頭的一些社區活動 就盡量讓他帶回去 那最後一個是 這個順勢轉彎 這個是在講